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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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还是谜 当然就是情况大家都了解 就是 美国的升息之后 市场反应实在是 太过于剧烈 就是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 就是反弹一天 又跌 那在升息之前 就已经先 大跌三天 几乎是大跌三天 那升息反弹 反弹又再跌 破底 美国四大指数 都是破底 那你觉得美国四大指数破底 台北股市 会不会跌 当然如果说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是初学者 一定认为 没有关系 美国是美国 台湾是台湾 那没关系 股票是我们的 不是他们的 那就是不经验的人 才会说这种话 程度很糟才会讲这种话 百分之一万有关系 不是百分之一百 是保证有关系 我已经讲过了一定有关系 因为美国的股票很厉害 因为美国的股票很厉害 外资就一定会卖台北股市 他也会卖日本 他很公平 他也会卖日本 日经指数也会跌 他也会卖韩国的 也会 同样 中国的也会卖 同样 他为什么涨 因为他们卖的 买的比卖的还多 当然就涨 没有为什么 他们就比较抗跌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中国大陆股市不用参考 因为共三栋 就像俄罗斯的股票 你不用参考 那没准 你为什么我们 我们不是讲政治 因为那就是不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美国在大涨 中国大陆股市在大跌 就不准 你要看哪一项 你会咳嗽 你只要看美国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的QFIT 就是美国人 欧洲人 日本人 你听我的意思吗 我们所谓的QFIT 外国的投资机构 我们开放的就是美国人 欧洲人 欧洲人就很大 欧元区就非常多国家 当然一些新兴国家也有 但是最主要大部分都是 比较有钱的 投资我们台湾比较多的 美国人 欧洲人 还有日本人 就是这样 我们称他们为外资 就是QFIT的意思 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股票 有外资的买卖超 那些外资有的 我们称它为假外资 其实也没有什么假外资 不假外资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QFIT 他们就是跟人家借户头 是我们自己人 我们自己人去跟外国人借户头 来买卖 那当然你也是可以 很多的中小型股票 它有外资的这些筹码 那就是你自己要了解 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跟你讲这个 因为我一开始跟你讲说 这如果帮帮我们就要帮帮 这如果帮帮我们就要帮帮 这个如果跌跌不修 我们就会跌跌不修 因为你看这个 我们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是最高点 7年11月对不对 这是美国科技股 我要让你知道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 现在指数是怎么走 你的心态 你就会怎么去调整它 而不是每天都跟我讲 基本面很好 讲那个程度太糟糕 我如果今天当一个分析师 每天跟你讲 基本面很好 那这样就表示说 股票不管是大涨大跌崩盘 或者是像这个股票跌了五成 我还是跟你讲基本面很好 等于是说 就算跌到100块200块 我也跟你说基本面很好 所以变成说我没有错 我是跟你讲 基本面很好 越跌要越买 殖利率越来越高 讲这种东西就是不负责任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因为当一个分析师 每天跟你讲 基本面很好不要卖 那问题是 赔的是你 基本面很好 三百块变100 当然很好 因为我看这里 看30块两毛三 当然基本面很好 可是没有人在看这个了 只有你在看 只有你在看这个30块 因为这是去年的 因为你看过去的 看过去的30块 可是我看到是今年跟明年跟后年 因为今年赚15块不到 明年可能各位输 后年可能变亏损了 当然这是我的预估 不一定会这样 那我只是跟你讲说 为什么外资的所有研究报告 都是看未来的三年 他没有在看以前 他对台积电的评比也不会看以前 他没有外资跟你讲说 台积电2021年赚了23块 所以本益比有多少倍 他绝对不会讲23块的事情 他一定不会谈这个数字 因为这个过去他一定不会谈 他会谈今年的台积电 明年的台积电 后年的台积电 所以昨天的基本面是讲未来 不是讲过去 所以这种股票 这种股票为什么一直跌 就是因为他基本面不好 基本面不好 不是基本面很好 因为你以为是30块 其实他就不是30块 他是节节败退 他一直败退 营收越来越糟糕 毛利越来越低 这节节败退 这种故事就是出现在这里 出现在大力光电 以前6000块到1500 就是在节节败退 就是衰退型的公司 所以股票市场 长期投资的观念就是错的 他是建立在 因为你认为未来会更好 所以你才会跟我讲要长期投资 可是未来一定会更好吗 一定吗 如果未来一定会更好 那友达为什么赚这么多钱 为什么35块还要滑到剩下10几块 就是未来会不好 未来他没有办法赚到6块多了 这个就是基本面 所以基本面会不会变 会 你说老师赚这么多钱 赚这么多钱的长龙阳明万海 那为什么还会跌下来呢 因为他基本面不好 因为基本面是45 那你说老师19块 那今年不是有人估60吗 70吗 预估叫做预估 会不会真的到60 70 不知道 有人估这么高 那你算估60块好了 就算估60块要怎样 真的60块要怎样 因为明年可能剩30块 后年可能剩下个位数 这个就是操纵法人的预估 而不是用以前的45块 在算本益比 没有人这么笨的 没有人这样算的 没有人用48块在算他本益比 没人这样做 这样程度太糟了 我跟你讲 因为一定要看未来 那你说未来 长龙 姚明的会不会崩盘保证会 他的获利会不会衰退 一定会 但是我没有说今年 可是老师他今年没有衰退 为什么股票价格就涨不起来 因为外国人看三年 看今年 明年 后年 我已经跟你说过 任何的报告都是看三年的 没有人在看过去 也没有在看今年的 这个就是操作股票 如果你这个都不懂 我再怎么讲 你都不会认同 因为我如果讲你的股票 你的股票很淡 可是你跟我讲你反驳说 老师那明明基本变得很好啊 那你为什么说不好呢 我们讲的时间点不一样 因为你讲的是过去 以前的 古时候的 清末明初的 民国初年的 我讲的是以后的 我们站的位置不一样 但这个市场不是 我说了算 任何一个外资 他都有讲话的话语权 你说这个 所以这档股票 基本变得好不好 非常好 去年十六块 今年这档股票 我可以跟你讲 今天这档股票 25块钱 最少 我可以跟你讲 甚至三十块都有可能 这档股票 这一档就是蓝电 绝对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他要跌一半 因为明年会大衰退 人家预估明年会大衰退 不是今年 今年是大成长 就是因为预估今年会大成长 所以他股票交给先跑上来 从去年跑上来等今年 那预估 那今年呢 今年预估明年 未来会大衰退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外资看 蓝电看一千块的 调高平等一千块 有人只有看两三百块 那为什么一样是外资 一样是专业人士 为什么他们的看法差这么遥远 你也不用觉得很奇怪 就像你要买股票 别人要卖股票一样 你要买 你有买的理由 那些要卖股票的 他有他卖股票的理由 那些卖股票的 比你还懂基本面 我没有骗你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懂基本面 这个人最懂基本面 那些名字叫投信 他会比你不懂基本面吗 他为什么买是买高高的 结果跌下来偏偏在卖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买都买的价格都蛮高的 不是买最高的 但是跌的时候为什么 这么跌下来他就一直在卖 或者是外资也是 当然不是说每一档股票都不一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说他投信去卖 那些股票 到底对不对 对啊 我认为对啊 没有错啊 那是你认为不对 我认为对啊 因为他卖才会跌 不是跌下来他卖 他先跑先赢啊 先走先赢你听不懂 股票我先走 我先卖掉让他跌停板 那倒霉的是你没卖的啊 所以做股票要不要停损 如果做错要不要停损 要啊 那他就在停损啊 那为什么投信可以停损 你不能停损 你有比投信厉害吗 没有 你知道股票操作是这样操作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这边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携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当然有些人永远不会错嘛 就一定有这个嘛 今天会讲这个 保一嘛 掌停板 然后这个也掌停板 汉祥掌停板 有些人永远不会错嘛 这个都是属于航空相关概念股 或者是一些产业股 也有啊 还有很多啊 对不对 还有生技股也有啊 有些人是永远不会赔钱嘛 要一千基就好了 要一百基就好了 这老师很简单 你就去买汉祥 掌停板去买汉祥 如果说我掌停板 其他的99基股票下跌的 不要提就好了 我们都不要讲就好了 我不说周老师很简单 很简单 六个不要讲嘛 又买新的嘛 昨天一百档嘛 今天买五档 卖五档嘛 那卖五档如果跌下来 要跟你讲说 你看我卖到最高点 我如果股票卖掉 卖掉了 对啊 股票每天都有卖啊 有些人是这样做的 我不是批评 我是让你知道投顾的 投顾是这样做 比如说我今天 我的会员有一百档股票 持股 昨天以前 我今天买五档 卖五档 那如果跌下来 我说你看我早上一大早就卖了 但是我只有卖五档 还有95档跌停板 我没讲 我还有95档没有卖 我不能把一百档都卖掉 那卖掉以后 万一开地走高还得了 所以我会保留95档 卖掉五档 然后呢 我再买五档 掌停板的 我是不是每天 解盘都很快乐 都很厉害 跌下来我就卖了 我说我有卖股票 确实我有卖了五档股票 可是我有95档跌停板 我都没有卖啊 我没有讲而已 你不能说我诈骗啊 我再买五档掌停板啊 我就讲这五档掌停板就好了 老师好不好当 好当啊 你有看我这样做过吗 没有啦 程度不同啦 要不要做而已啦 有些事情 可以做 有些事情不能做 不是我在批评别人 事实上就是有人这样做 而且还不少 为什么要讲新兴 我停损啊 你不是跟你讲我停损吗 我在这里卖掉 171的中美金上个礼拜五 我赚了十几块 赚8% 你听好 171 我把钱 因为我们操作股票是有换档嘛 操作三五档而已 我把这个资金拿来买新兴 就这天买 就是6月10号 结果6月11号 13号 14号 这两天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有小跌啦 大盘已经不太好了 我们再观察它 那我们停损点设在这里 这个大量区的地点 就是买这里 我就告诉我会员停损点设在这里 买这里的时候 我就通知买进 通知买进的同时 我就告诉我会员停损点设在这里 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没有要凹单 我就跟你不一样 因为你做错你要加码要摊平 我不会这样做事情 我一笔单下去就是一笔单 停损买当设好 错就错了 我不会一直加码摊平 然后呢 这天停损 我有讲过 停损192块 收盘是183块 这样对不对 错 因为我做错 当然就你认为我错 我就是错 你不停损啊 你183收盘啊 那我192跑掉了 我让我会员少赔9块钱 当天 你说对还不对 你当然说我错嘛 昨天差点跌停板 你还是说我错啊 昨天差点跌停板 我192卖掉 你还是说我错啊 为什么你说我错 因为你买100档 你买100档 你只有讲那一档掌停板的 你其他跌停板 你都不跟我讲啊 因为我在公开台面上的老师啊 你躲起来啊 你躲起来你当然对啊 懂我意思吗 不是我爱批评人家啊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啊 你以为今天做错股票要认错这么简单 就跟央行总裁一样啊 说我要升息这个半码 是很难的决定 半码有什么好难决定的啊 人家是升息三码 你一半码而已 半码是人家六分之一的 有什么好难决定的 你本来就要升息啊 讲来听一点 本来就要升息啊 你不升息对国家不好啊 景气不好啊 当然你升息以后对方 对某些人可能认为说 这个房贷要多缴一点钱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那以前在降息的时候 你怎么不讲啊 是不是 这美国在升息 台湾一定要跟着升息的 这是一定的啦 逃不了的啦 所以你升得太慢 你反而以后会 会更加压力更大 我没骗你 那不谈这个啦 我只是告诉你这样而已 升息半码是很难的决定嘛 有什么好难决定 很好决定啊 半码而已有什么好难决定 停损才难耶 192块停损 赔钱耶 那个是最难的的 我跟你讲 但是为什么我要壮重 我如果没有这样做 今天剩下158块 你知道吗 我会让我配合会员多赔多少钱 我先卖掉192块 我要买160块以下来买 不是更便宜的吗 我如果卖掉10张 一张19万 我卖掉10张19几万 可是跌到158块以下 160块 我只要用160万可以买回来 我还多了30几万出来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操作股票 这个就是停损的重要 为什么要停损 当然要停损 每一个人都要停损 投信都在停损 为什么不能停损 不停损就是赌徒啊 就是在赌博嘛 因为你要跟他拼嘛 我不要 我今天先卖可以转换持股 那我怎么转换 我一直这几天都讲这个消息 这个事情 我把中美金卖掉171块 今天中美金跌到这样子 这样卖掉对不对 对哦 我买这张股票 转到这张股票 然后来停损对不对 当然错啊 对你来讲你当然错 但是对我来讲我是对啊 因为我卖192块啊 我让我会很少赔啊 我把资金转到这张股票来 那你会还是说我错啊 没有错啊 我转到这里来 对不对 是不是 转到这里来 停损以后转到这里来 昨天是不是这一档股票是曾经涨6% 我这边有讲啊 那收盘没有赚那么多 剩下三等多%,对不对 对啊 没有错啊 可是我如果没有停损 我的信心不是跌得更多吗 昨天不是又跌了一个跌停板 可是我竟然是昨天是 这两股票转过来这两股票赚钱啊 那今天又跌下来 当然你会认为我又错啊 可是买在这里 跌到这里 这几乎没什么赔钱啊 大盘跌这么多 你要了解啊 那为什么我要买那一档股票 我就是看涨这个 看涨 如果我今天不认为美国股市会涨 那我也不会认为台北股市会涨了 如果美国股市不会涨 那我看多是没有意义的啦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一开始为什么讲美国股市 而且我也告诉我会员 既然我看好 下礼拜会涨 我就看好这支了 如果突然说台积电 我就买500块 我不怕你笑 买台积电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看担担器 我才会买台积电 我叫我会员自己决定 你要买一张两张三张 十张五张一百张一万张都没关系 随便你买 但是停手你给我设好 停手我都设好了 富邦的NASDAQ的政二 因为它是双倍数的 它当然 对不对 幅度震荡幅度会比较大 那它就温和多了 它也不会涨停 也不会跌停 可是为什么我五百块要去买它 就是因为我看涨啊 那你买这个能够赚多少 这贪不了 但是一张五十万 贪五万块 贪十八二十八 我也不贪 贪得在套牢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朋友朋友 为什么我一开始要一直提到这个 停手的重要性 航运股也是一样这样做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航运股 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一直跟我讲你要除息 赔钱的人才要一直讲这种话 长龙扬明啊 今天有止跌 但是我也不建议你 一定要参加除息 但是我也没有说你不可以除息 我只是说到时候等它反弹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 但是你千万不要强迫你自己要除息 你是赔不起才要除息啊 除息的股票都有赚钱吗 这个礼拜以来很多除息的股票跌成怎样 我要不要再拿出来给你看一下 不要嘛 做股票不是要参加除息的啦 做股票是要拿资本利得的 交代好友Telegram 193008 我想我的操作我也跟你讲了 我要怎么做 那我认为这个大盘要开始反弹 因为美国股市要开始要反弹 那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